你们听 上楼梯的声音 你们听 喂 那咋回事 那咋回事 很咸鱼 把女票当着面墙前 两个女票打不打不打不过 你今天看我的 你看我打不打得过 对付日本伟众 绝不冲出声援 还有许轩赶日行 谢谢你们一年 今天你看我的 这个气质上打日本票 是我拿手好戏 就包括那个 郭老师的大领 看那个有没有 能踢都不踢 如果那真的是日本票的话 今天我绝对是 不会手下流行的 大家要指挥主播的 刷票评指挥 直播间只有大哥和 刷了票评礼物了 才能指挥主播 带节奏 大家走走礼物 今天还没收到礼物 就收到一个单身狗 我看前面那里好像有两个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位置 有个黑色的头 不是黑色的 那位置 那上面还有一个 注意到没 今天主播如果是碰到日本票的话 我直接打开杀戒 跟之前的直播绝对不一样 看清楚了没 是不是 下面呢还有 还有一个票 好像有两个 是不是 那天好像 那天有主播来弄过这里 是不是 那天是不是有两三个主播来这里 被日本鬼子给弄得很惨 是不是 今天你们看小亮子 小老弟搞暧昧 好 那天他们两三个主播没把它搞定 今天我来搞它 我今天就是来接手的 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个日本票 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个日本票 看我怎么收拾它 二三军 学习军感是谁 学习军感是谁 不是把他死打出来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啊 就像对付郭老师大令一样的 绝不心事手软 知道吗 对付这种日本人也好 还是 日本票也好 绝不心事手软 就像对付郭老师大令一样的 二人一样的 我来收拾他 他怎么老在 谢谢老公叫 感情爱心再见 我在这里他感动吗 哎 有本事你给我别找 他要过来找你 两个主播我记得 OK我知道四川的 我知道那两个主播是四川的 有本事你过来找我 你不过来找我 我就过来找你 不要提别的主播名字 这不先不要提别的主播的名字 看来 只有我过去找他们了 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看了有点多 出来 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他是在看戏吗 今天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如果今天这个是日本票 我对付日本票 不会心智手段 那个空地那里还在动 还有一个是吧 左边一个还要在动 不管他动不动 今天晚上弄他 今天对付日本票 我有可能会下手比较狠 你们不要喷我 对付日本票不用怕 不用讲什么规矩 一个表演 一个看表演 那里你们说 就是日本票 当着他们两个主播的面 把那个女票给强奸了 真的假的 他们咱们没告诉我呢 他们两个没告诉我 这个环节 他们只告诉我 这个日本票 这里的日本票很难 他没说 那天他们播的时候 那个日本票 当着他面 把那个女票给强奸了 真的假的 他们投胎只能当猪 当牛当狗 当他们知道这个结果 他们就不愿意去投胎 那段我看到 欢迎小虎 欢迎小虎 欢迎童童 一只小鹿 那我们今天就报仇 有种你别走 日本鬼子 有种你别走 老子今天过来收拾你们的 大家支持起来 今天收拾日本票 还有我们的幸福 真的 他们冲了几次都不行 是吗 今天你看小亮怎么来收拾这些日本票 收拾这个日本票 我们过去找他 准备好了没 你们 直播间的 既然他现在不过来找我们 我们过去找他们 你们看行不行 今天就收拾日本票 明确说了就打日本票 在直播间逗这个郭老师 打领这个日本狗 在这现实中 我们还要打日本票 中国的只能允许中国票 对中国票可以讲道义 讲规矩 但对日本票不行 知道吗 对日本票 绝不心思手转 弄了 没错 没错 我要先采取一些小煮曲 煮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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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完後